北韩为了防范新冠病毒 锁国已经超过了一年半 但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说星期天上午 北韩货运列车自锁国以来 首度穿越边境抵达中国大陆 疑似是要载运医药跟民生必需品回国 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一辆的列车穿越压绿江上的中潮友谊大桥 开进了大陆辽宁省的丹东市 韩联社报道说 当地警方从昨天清晨 就开始加强周遭的警备 尽管还不能确认列车上是不是有货物 但根据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如果有的话 最快周一就会把紧急物资运回北韩 而且之后每天都会有10到20节长的列车 来往大陆跟北韩之间 而此举也意味着两国陆路贸易重启 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全面性 还是一次性的重启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